大家好啊 这个给大家聊点轻松的啊 聊聊老北京俏皮话啊 这个俏皮话啊 这都是我自己又补充的啊 补充了这么老些啊 从我爸那我妈那 我姐夫那了解了好多啊 还有我的朋友们 这个俏皮话特别有意思 这是 非常非常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的 这么一种东西啊 我看啊 到了哪了 这个老北京俏皮话啊 大概三四个月 三四个月半年前 我给大家聊个好几期 接着聊啊 这个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啊 指的是年纪大的人啊 生活经验丰富 不听他们的话 肯定会遇到困难啊 比如说 怎么样 我怎么对你们说来着 你们不听我的 不听老人言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啊 这是浩然的艳阳天里边的话啊 还有当初 长寿爷爷 长寿爷爷就笑话过咱们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吃亏在眼前 现在出了丑了吧 啊 要是定超过5% 现在是超额完成 多露脸呀 虽说不一定有记者给照相 可是倒用不着受这个扬罪呀 这个是刘少堂的收获啊 刘少堂啊 北京的著名的作家 他是祖籍通县 现在叫通州区 朗甫茹林村的啊 这个刘少堂的儿子 刘松罗是我的朋友啊 我回北京 有时候还请我吃个饭什么的 然后刘少堂的女婿 是司马南 哎呀 是我很讨厌的人啊 还有不险山不漏水 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不露声色 让人看不出来啊 他不险山不漏水 三日大会 五日小会 他背靠着会场上的一根 栓驴桩子 低头抬头打盹 却耳聪目明 漏不掉一字半句 片言之语 这也是刘少堂的精门脸子 还有啊 瞧人家老金头 就是白谱 也是不险山不漏水的 冬天 里边穿着丝棉的棉袄 鸦绒的背心 外面照着化工厂 发给他的灰不灰 蓝不蓝的工作服 不忘自己的身份 他在厂里 前后 勘了二十多年传达史 这个 就什么意思啊 说不险山不漏水 你换一个方式 叫什么呀 叫包子 有肉 不在褶上 包子啊 现在包子快成骂人的词了 包子有肉 不在褶上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叫不蒸馒头 蒸口气 对吧 指的是蒸 蒸馒头的蒸 也跟蒸气的蒸 是吧 这个蒸取的蒸 同音啊 意思是要蒸气啊 比如说 跳扫 这个人啊 叫蹦跳的跳 扫子的扫啊 吵架式的嚷嚷道 你得不蒸口馒头 蒸口气 别叫别人 骂你是 狗肉上不了正习 哎 这有一个新的 顺口溜邂逅语啊 叫狗肉上不了正习 就这样 干下去吧 不蒸馒头 蒸口气 给咱们穷人 给咱们妇女 蒸口气 还有一个叫 不知道东南西北 指的是 晕头转向啊 他只需 伸出个小指头 就能把他 知识的 头晕眼花 不认识了 东南西北 这是老舍的 骆驼响子啊 还有一个是 自从 跟上了这伙人 小伟可就不知道了 东南西北 整天花天 酒地 打牌 跳舞 什么理想 事业 全忘了个一干二净 还有一个叫 不知道 马王爷 三只眼 指的是 不知道 我的厉害啊 不给你点厉害 瞧瞧啊 不给他来个厉害的 他更不知道 马王爷 三只眼了 这是 浩然的 艳阳天啊 于是 他把狗脸一崩 对 狗脸 说有的人那脸 就像狗脸 说翻脸就翻脸啊 奸笑了两声 破口就骂 好啊 猴崽子 前两次的油 你他妈的 就没给我送够 不给你点厉害 你就不知道 我马王爷 三只眼 这俩土匪一看 相视大笑 哈哈哈哈 小白脸 怎么着 你还想动武吗 好嘞 不宰了你 你就不知道 马王爷三只眼 你就过来吧 这是擅田方的 燕王扫北啊 还有 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指的是狂妄自大 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啊 其实很多老板 在自己是员工的时候 也挺好的 只是自己当了一个小领导 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 脑子发晕 忘乎所以 是吧 比如说 假说了 今天我们不说相声 蚁说了 不说相声你干嘛 假说 我要向大家公布我的研究成果 蚁说 你还搞研究 你吃几碗干饭呀 假说 我都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还有一个叫不知死的鬼啊 指的是人死到临头了 还不知道 故意找死 比如说 今儿 我姓冯的 冯狗子 赏给你女人脸 拿两包烟卷 他就喊巡警 不知死的鬼 就是那个龙须沟 老舍的啊 老王 这个不知死的鬼 甘言这么厉害 还喝酒呢 这个重音放在海上 加重语气啊 还有一个叫不知者不为罪 指的是 不是故意的 可以原谅 常言道 不知者不为罪 我那会儿真是为两边的 没想到惹下那么大的祸 还有的说啊 那个男的却一叠连声的说 就是连着说 一叠连声的说 没我什么事 没我的事 我是不知者不为罪呀 这个是科研的 寻找回来的世界 还有一个叫 不撞南墙 不回头 就是不遭遇失败 挫折 就不知道悔改啊 人 有时候 就是奇怪的很 大有一种 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劲儿 明明看见墙 就在那立着呢 也有别人不断提醒你 前面有堵墙 提醒你赶紧的刹车转弯 可是呢 仗着自己还揪着点 青春的小乙辈 还是会可劲的横冲直撞 还指望着能出现奇迹 把墙 撞出一个窟窿呢 有了些岁月痕迹的人 总是有教育年轻人的心理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希望你们少走弯路 别老是不撞南墙 不回头 不到黄河不死心 是不是 再说几个啊 叫财去人安乐 财去人安乐 这不就等于破财消灾吗 是吧 指的是破费 或损失一些钱财 但是人却安然无恙 这是好事 傻福大爷真够倒霉的 他说 人们人家啊 长讲 才去人安乐 我呢 是花钱找罪受 治完了 不但没减轻 连肿的 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个来自新凤霞 我当小演员的时候 这次虽然破费了一些钱财 但才去人安乐 了却了这桩案子 以后他们也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还有一个叫采鸡脖子 采鸡脖子啊 北京话还管着采鸡脖子 叫采着你尾巴啦 形容人发出的声音 尖利刺耳 不好听 想不到白玉霜 一下变了脸 连连接手说 行了行了 真像采了鸡脖子了 一个劲的叫唤 是吧 唱完了 让他走人 什么样的戏子 都敢登我的台 你跟谁打了招呼了 是吧 这个就是新凤霞 我当小演员的时候 踩着尾巴里 也有这个词 还有 踩人肩膀往上爬 是吧 比喻 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 不惜压制贬低别人 告诉你姓苏的 你别踩人肩膀往上爬 我得病请两天假 你为什么跟领导说 我是诚心泡病号 这小子是专门踩人肩膀往上爬的人 也可以叫踩着别人往上爬 不说肩膀也行 他把别人说的都不如他 别人的发明算在他自个头上 欺骗 欺骗领导 组里的人都恨透他了 还有刚才我说那踩尾巴了 指的是人像动物被踩尾巴一样的怪叫 对我们家的猫 偶尔的我踩过他两回尾巴 他也嘶 就叫唤啊 这是谁吃错药了 像踩了尾巴似的瞎叫唤 是吧 一声怪叫从轻功队伍里传出 轻功啊 青年工人 王师傅大声喝道 怎么了 踩尾巴了是怎么着 都给我放规矩点 好吧 就聊到这啊 谢谢大家 我给这画个道啊 下次接着聊 再见 boristate � лай 0 0 4